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在于处理事情的能力 更在于面对问题的心态 生活中,我们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 但可以选择怎样处理应对 过得好的人 遇事懂得这样应对 一,遇事不慌,稳得住 生活永远充满变故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遇事稳得住才能见招拆招 有刃有鱼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 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多时候,事情本身并不糟糕 你的慌乱反而会让事情变糟糕 越是着急,就越会手忙脚乱 黄暖之中只会让人忙中出错 不可收拾 古人云 水尽急则形象明 心尽急则智慧生 当你遇事不慌 能够稳住自己 平心尽气地面对一切 你会发现,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难题 都早有他的应急方案 遇事不慌,稳得住是一个人必备的能力 1989年,白延松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当他满心欢喜地到人事私报道时 却被里面的工作室员告知 他的关系被退回广播学院了 人家不收他了 白延松郁闷至极 但还好他忍住各种情绪 没去找人理论 也没有采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而是去了圆明园 花了一下午船 后来他在白说中提到了这段经历 如是说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21岁这个年龄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之后 会选择冷静一段时间 再做决定 那个独自划船的下午改变了我 我想明白了 不要愤怒 不要恨 不要报复 先要拯救 拯救别人 也是拯救自己 那次被拒之后 白延松到乡下积极锻炼一年 然后去了中国广播报 成为一名编辑 接下来又因为工作出色 转而去了东方时空 面对这次意外的打击时 白延松是冷静的 震惊的 试想 如果他当时情急之下 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或许 我们就无法看到 如今的白延松了 更不会看到 他在书中的那句感悟 失败 往往是更好的人生开始 一件糟糕事件的发生 也许会让我们 立马陷入艰难的境地 但也不能否认 他将会给我们 带来一些有力的转机 古人云 事急则缓 事缓则缘 遇到事情 即使再着急 也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理清头绪 再做事 一个人 不管什么时候 遇到事情 稳住是第一要诀 先稳住 而后见招拆招 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事情 二 浴室扛得住 人生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 注定伴随坎坷与艰难 有句话说 事靠自己扛 才能面对 路靠自己走 才有骨气 能扛事 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很多人以为 这需要才华 需要智慧 需要给予 但其实 优秀的人身上往往都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能扛事 那些最后走出人生低潮 获得成功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浴室扛得住的人 看过一场马拉松比赛 一名选手不幸摔伤双脚 被圆圆摔在队伍后面 可他并没有放弃比赛 仍是艰难的向前唤醒 直到评委为获奖选手颁完奖后 他还在坚持小跑 一圈又一圈 观众们都保持着宿母 等他完成最后一圈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都站了起来 纷纷表达自己的敬意 后来有人采访他 问他 为什么在比赛早已结束的情况下 还要带伤跑完全场 他坚定地回答 我的国家从万里之外 送我来这里 不是叫我在比赛中起跑的 而是派我来完成比赛的 我必须扛起我的责任 做好我的本分 他认为 一个人 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 都不应该被吓到 而是应该努力地去克服他 超越他 哪怕肩上的担子很重 也要努力担起来 一个优秀的人 不一定才华横溢 不一定聪明决定 但一定是一个能抗试的人 能抗试 并不是毫不畏惧 而是你明明感到痛苦 但仍选择 因难而上 在低谷与绝境中 不放弃希望 在连番打击之下 仍有信心和力量 浴室不逃避 不轻易放弃 咬紧牙关 想办法渡过难关 即使失败了 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浴室如果扛不住 就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曾经有一位年轻导演 叫做胡谦 均情29岁 就已经出版了两本书 自编自导了一部电影 由于缺乏名气 拉不来投资 他就自己贴钱去拍 当他把这部 寄予厚望的电影 发给制片人时 对方却要求 大幅度的删改 可等他仔细地删改完后 最终还是无法上映 终于他扛不住了 用一根绳子 在楼道中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 就在他离开五个月后 他的遗作 大象席地而坐 突然得以上映 并在柏林电影节 获得最佳影片 被誉为大师级的艺术作品 可惜 因为没有扛住生活的重压 他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宫崎俊在龙猫里曾说 努力过后 才知道许多事情 坚持坚持就过来了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谁不横跟着几座大山 我们虽然没有 搬山填海的能力 却要有 于公于善的决心和耐心 遇到难事 不能退 你能退到哪 你只能跟他拼 人在困境中 至少要学会两件事 再等一等 也许就会领患花明 在等待的过程中 绝不要放弃成长 一个能考试的人 就像一棵大树 历经四季的风霜雨打 却依旧挺立 三 欲是放得下 得失随缘 为过去的生活叹息 生活只会给予你黑暗 把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 你前面的脚下 才有亮堂的路 这一生 很多时候 放得下 才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态度 人生学会向前看 该翻篇的就翻篇 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斩断过去 才能腾出手来 更好的拥抱现在和未来 常人害怕失去 斤斤计较得失 多少烦恼由此而生 从前 有个人把骨子装在缝中 家里养的骆驼 把头伸进瓮里 偷吃骨子 不料脑袋卡在里面 怎么也出不来了 他舍不得那个瓮 又没办法把骆驼头弄出来 无计可失 日夜苦恼 这一时 有个老人告诉他 你不必烦恼 我有办法 你只要把骆驼头看下来 不就出来了吗 此人觉得有理 马上照做 没想到 砍断了骆驼的脖子 头还是出不来 他只好又把瓮给砸破 终于把骆驼头取了出来 脱瓮巨尸 此人笨得可笑 笑话别人很容易 倘若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不见得又如此轻松了 打起来容易 放下太难 岂止是钱财 比如权力 地位 感情 凡此人生种种 无不在得失间 轮转替换 非得即失 人生就是不断地得到 又不断失去的过程 舍不得瓮还会失去脱 人生总是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循环往复 道德经里说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或福相依 得失相伴 得之我性 失之我命 看淡得失 一切随缘 其实 失去看似是货 却未必是货 当你失去一些事 总会得到一些 有一位少年 因为交通意外 失去作弊 他毫不气馁 拜一位师傅 学习柔道 他师傅告诉他 你只有一条手臂 所以只能学一招 少年把这一招 练得炉火纯青 不久之后 他就要参加比赛 他的内心 坠坠不安 没想到 他一路披荆斩棘 杀入决赛 决赛对手 经验丰富 他打得很艰难 关键时刻 他再次使出那招 成功地把对手制服 再后 师傅告诉他 你练的那一招 唯一的破解方法 就是抓住作弊 而你没有作弊 失去或许很痛 但与此同时 上天也馈赠了你礼物 得失随缘 所有的失去 都会换一种方式回来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要拿得起 更要放得下 放下昨天的不快 放飞今天的心情 该来的 自然会来 该去的 还是要走 人生在世 很多事情 只有放下了 才能重新开始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陈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待